也从神明见识的 他愿你与你做梦的 接下来请收看 海豹法师同法讲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切苦啊 沙里子色不一空空不一色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啊 啊 啊 手相信是一副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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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ождick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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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慣了,你再帶一遍,你就習慣了 那我想要怎麼講這個 五濁二世 變成一個足鼻的警察 就很簡單了 就像剛才看到我那一塊 我看到那塊婚嫁很快樂 各位要注意看他們 那邊吃鴨 吃鴨也吃了他們就背去 吃完就都出來了 所以剛才跟他們施主說 要吃完就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後來我們應該在這邊放那麼多飼料 那就不用兩餅 都不要吃那餅,吃這餅就好 河裡面,這邊是兩條河的交界處 河裡面非常多的魚 我們也會放很多很多飼料來 也希望大家附近的菩薩 你來就拿一袋飼料去逛逛 因為這個河水很喘疾 很好,它就一直溜溜 可以流到整個大河 那些魚就有魚飼料 當然我們不是光給牠吃 而讓牠怎麼樣 唸一下 吃即解脫 這邊的飼料拿來我們就放在大殿 放個一個禮拜 大家這邊拜佛啊 順便送經的時候 他們都得到加持 這台飼料 椒飼料飼料飼料 飼料飼料 像我剛才很空的 各位在那裡想 我們法師說 哇,那附近都聽得到 都聽得到 這樣非常好 所以 這是雲吟的福報 雲吟的福報 我們 庄严国土 成为净土 所以世间的国土 我们让它慢慢得三宝的加持 将来都成为净土 让这些鱼啊 鸟啊 动物啊 人啊 就像我们今天来说 我们在我做恶事 有法度收北冠世界 这样我们就快乐吗 有如在极乐世界 你要知道一种放下的快乐 慈悲的快乐 对自己消除贪嗔痴 外以巴之内以六念保持好 所以我们当下得到 这种远离世俗涅槃的快乐 那在这种快乐的基本上 关怀众生 所以伴鬼啊伴仪啊喜喜 乃至呢起交啊起遗啊 让大自然都快乐 所以各位刚才在念米鬼 我们就在那边念 验所有的功德 跟这边的土地公 河神 山神 树木神 所有的大自然神明 同享功德 因为这样 泛因缭绕 帮助无量无边众生 来 各位现在 七位 有这种 受十善业界遗鬼 有没有 那我们 等一下还要特别感恩 我们四位从印度西津 大爱到比丘尼 四位安妮 正在为我们修法 他们修整天的 早上为我们修了 利度母 四曼达拉 供养仪鬼 还有三进焉供 那下午呢 正在为我们超度 超度的部分呢 念普贤恨愿品 念慈世发愿文 念路菩萨行论发愿文 念三十五佛 忏悔文 念极乐世界 祈愿文 随其功德 然后呢 也为我们消灾排位 念了两个 莲花生大士的 雏葬祈愿文 莲花生大士的 满愿祈愿文 来 随其功德 所以这里面啊 就有 总共 九个 菩提心的仪鬼 来上贡 下师 消灾 拔肚 那我想 汉传佛教也好 藏传佛教也好 那法无高相 那最主要是一个 信心 一个利他的心 那对这个社会 就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各位 你再想看看 同样是人 要他们来出家 有可能 做他们的仪鬼 那 他如果没来出家 他不过是普通的女儿子 现在可能 岑陀佛教 祈祷 共用出家的人 这个钱拿来 点顶 共水 拿来 参与 奉心 拿来 帮助 散 明天 不知道要去教育冬酒 因為上海淹大水 一千多戶受災戶 然後淨戶補助他們三千 然後我們最近也收集了一些錢 想要看辦法補助他們每一個都三千 這樣一邊到一千幾戶結成年 這樣有勞勞嗎 結緣 各位這很勞勞 我們救交啊救過啊 木頂也是要結緣 這個緣要結下去 成為你勝佛的阻尿 將來你勝佛 這個緣就有那麼多道義 所以各位要把握這個機會 跟人和一個眾生都結緣 不是說我們現在就要超多 不是說我們現在就讓他去解脫生死 我們自己也要不去改動 但是呢 我們現在統就要結成緣 結發緣 所以如果有這個機會補充 人在去佛事啦 人在去佛塔啦 不管各位台灣有那麼多工地會 慈濟功德會 什麼功德會 你都要跟人家結緣 好不好 你不能說我們叔父這邊就好 這樣你就比較渺小了 渺小了 那我像我是這樣啦 信徒供養我錢 我就把這個錢供養到全世界 任何需要幫助的 三寶跟他結緣 錢雖然不多 慈善他會通通跟他結緣 這樣做不重要啊 重要 不分宗教 不分地區 反正就跟他結緣 就算身上沒錢 用甘露水 持咒的悲心跟他結緣 有一點錢 做一點煙供 像各位來做煙供 藥供 跟他結緣 想盡辦法 掛風馬旗 跟他結緣 那因為這樣我們就是在努力這樣做了 念下來 成熟友情 莊嚴國土 我們在利樂友情眾生 我們讓世界越來越莊嚴 那人活在這個世界上 要對別人 對世界產生加分的作用 千萬不要讓自己呢 產生一種傷害的 減分的 你吃肉 你愛想去 亂丟止蟹 亂按喇叭 不遵守次序 不遵守法律 那你就在破壞這個世界 所以這個世界就越來越 所謂的五濁二世 但是無論如何我們要盡力 雖然世界在無明黑暗 但是我們點了一個小小的燈 依然可以對無明黑暗產生幫助 乃至呢 希望得到光明的人 自然也會靠過來 就像在大海裡面 浮浮沉沉的這些沉船 他想要看光明塔 有塔他就往那邊去 他知道那邊有岸上可以上 有這些意思 所以我們在這個世間 只要把自己做好 有一個利他的心 那自然有緣的人就會靠過來 因為他也想要快樂啊 所以現在發給各位這一張講義啊 叫十善業界 遺軌 希望大家能夠深口意 念一下 守五戒 行十善業 那我想基本上 那我們就有人天福報 這就是做人的勤勤 做人的勤勤 那可能各位沒辦法天天守八萬在戒啊 但是要把五戒十善成為整個生命 我們的生命就是做一個道德的人 守五戒十善業 進一步呢 能夠供養三寶 幫助眾生 廣結善緣 更重要呢 發起一個無上菩提心 安住在空性 然後以五戒十善為基本 願自己能夠成佛 普度眾生 那我想佛教的思想 各位聽我講已經聽到幾百遍了 師父你講的都一樣 都那一套就對了 沒白套 但是重點是 你把這一套成為你的生命 我們沒有別套了 沒有貪嗔痴 盡量善良 布施慈悲 生口意 不傷害眾生 盡量幫助眾生 想著觀音菩薩的慈悲 地藏王菩薩的悲怨 文殊菩薩的空性 普賢菩薩的精進 我們就生生世世如此 但是不管在哪裡 哪怕現在生病躺在醫院 醫院也是我們的道場 一個念佛的生病者到醫院去念佛 到醫院去念大悲咒 所以能夠走路的時候 灑灑干露水 那我們在醫院就在修福報了 所以我們現在利用這個機會 大家一起來受十善戒 一開始相葬 我還是解釋一下 等一下大家就一起來唱葬 生與異業 各位都知道了 身體的行為叫生業 語言的行為 語業 心態叫異業 那我們要射 我們要保持 這個射有控制的意思 攝影機 它要把影像抓進來 射也是一種引導的意思 那你要主動的控制 那你的念頭 讓我們的生與異業 走在真理之路 也叫三寶的教界 這樣來修行 那十善業呢 是三世諸佛 敬業因 那每一個佛之所以可以成佛 就是因為陰地圓滿 身口意 十善業 的敬業 一路涅槃門 那如果以這個五戒十善做基礎 最後各位一定達到解脫之地 最后成佛 所以十善業為菩薩界的基礎 受菩薩界一定要以五戒十善做基礎 再發大願 才能夠成就菩薩界的 所以受十善界 除了可以得到解脫 不會照恶業沦迴 又可以成佛 那成佛以後呢 度脫群倫 乃至就算還沒有成佛 我們以這樣子立他的心守十善業 來幫助眾生一起 脫離輪迴以後 親自禮拜花開見佛 見到奧彌陀佛 正的空性不退轉 親見彌陀尊 希望大家都這樣往生淨土 將來啟請諸佛菩薩 我們共鄉 鄉供養 然後諸佛菩薩就站在香雲上 來給我們加持 來給我們證明受戒 相戰 相戰以後 我們還是要念三歸一 因為我們現在念三歸一 是為了守十善界法而歸一 當然我還是要提醒各位 不畏自己 我們守十善界 一切都是為了成佛 以菩提心來守十善界 願自己能夠上平往生淨土 也希望眾生都能夠如此 發這個利他的菩提心 來歸一得到十善業界的戒體 後面得到戒體以後 我們叫受戒 當然十善界不是消極的 這個善事斷惡進一步修善 比如說第一條 禁行獸 代表人間福寶 我還會加念 敬畏來祭 不但如此 當怨眾生 都能夠敬畏來祭 救護生命 積極上救護生命 對自己的要求上 不殺生 不但不殺生 進一步救護各種生命 我想六道眾生都有個生命 我們希望救護他 保護他 然後呢 這個就是十善業的精神 最後呢 法院 希望能夠引導眾生 以受十善界的功德 發起菩提心 成為西方极樂世界的 往生淨土的資良 因 然後呢 再來普結回向 所以非常的短 好 請跟我念 當然各位 發起一個空性大悲心 離開 所有眾生 世界各地 我們沒辦法單獨存在 有這個了解 所以我們所做的 都跟眾生有關係 也更願意 所有六道眾生父母 都跟我們 皈依 發菩提心 守十善界 那這個觀念最重要 有人跟我说 師父我身上有 冤親在主 那是因為你還有一顆 不圓滿的心 冤親在主就不能夠原諒你 他一直附著你 如果你能夠 生起一個 無分別的悲心 菩提心 然後呢 想到眾生的苦 有一個慚愧心 那冤親在主 就不可能在你身上 因為 他會被你超度了 他會升天了 去净土 或成為你的護法 甚至 不好的東西 碰到你身上 他也可以得到净化 就像佛陀 坐在 菩提树下 再髒的東西 都碰不了他的衣服 魔鬼 没辦法 牽動他衣服一下 因为佛的这种 禅定悲心 是不可能被污染的 所以意思是說 如果我們有這種 圓滿的空性悲心 那什麼東西也污染不了你 障礙不了你 反而被你度化 这个度化 食物众生可度 因为你 你只要保持这个 无助身心的状态 众生就度得不可思议 那如果我们有爱染心 那当然你就会 爱染心的魔鬼 爱染心的冤心在主 来找你 如果你没有爱染心 那这个爱染心的冤心在主 就被你度化了 我想各位要 实时保持在一个 圆满的状态 那受食十善戒 守得很好 来世 生 更高的天 更大的福报 乃至呢 这样就可以帮助 更多的众生 所以消极上 不伤害众生 积极上 用各种方法 帮助众生 你不能说 反正我不会骂他 但是我也不跟他讲好话 那这样就没意义了 不骂他是应该的 进一步呢 多讲好听的话 来安慰他 来引导他 这是应该的 那我想这还符合 菩萨界 所以我问各位 那各位应该 应该 每条都要能辞 但是我也希望各位 我们的讲义都有 今天没有发给各位 因言果报里面 乃至 解脱庄言保论 乃至连时的教育里面 都有把十善业的 什么叫十二业 他的 因缘如何 他的 痛苦在哪里 他的果报是什么 他的 如果守戒 他的功德是什么 写得非常清楚 那因为今天没时间 但是各位至少 应该自己多去看 各位看报纸 可以知道 很多很多 这个世界发生的 对对错错的 一切事情 但是别人的错 只能变成我们的悲心 千万不要落井下石 去批评对方 因为任何一个众生 只要他还没有正的空性 基本上他都是在无名 而且造业的阶段 可能他强奸了那个女人 然后被抓起来 可能他没有被判死刑 很多人不甘愿 但是你还要祈求他 最好他不要被判死刑 希望他能够在监狱里面 有机会深信佛法 你看被判死刑的 空气玛萨 都可以出家做大菩萨 占空法师 帮助了多少人 谁都一样 我以前有一个妓女 大妓女 后来她也出家 她在监狱里面帮助了 我们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 所以一个杀人犯 一个大妓女 都依然可以利益众生的 所以杨洁摩罗 都可以利益无量众生的 大妓女 莲花圣女 都可以利益众生的 但是千万不要去 伤害对方 各位永远记住 如果对方的错成为 你的嗔恨心 排他心 那你的菩萨戒体就破掉了 所以做一个菩萨 永不舍弃任何一个生命 你再坏 他现在已经堕落出身道了 他一定在之前做得很不好 所以我想各位 你既然受了戒了 那你要恒生悲悯心 凡事以众生 站在对方的立场 今天你的老公外面有外遇 又赌博又找女人 好可怜 我有学佛 好可怜 他没学佛 如果我能够让他学佛 他就不会如此了 所以事实上他跟女人睡觉 也是个空性 对你有什么好在乎的呢 这一点你想清楚 这边是你儿子 这边是你敌人仇人 你看到他就恨 你转过来看他又爱 事实上都是你内心的变化而已 如果两个掉一个位置 搞不好你还弄错了 你爱了变恨了 恨了变爱了 事实上是起心动念而已 那你既然已经受了菩萨戒 愿意发菩提心 那你老公越坏 你的朋友对你越坏 越伤害你 你只能越他生起悲心 有时候在讨论这个事情 只是觉得自己 怎么办 有一点烦恼 哎呀 怎么杜他呢 怎么跟他说呢 哎呀现在只能回向给他 现在跟他讲他还骂我了 我是为他好的 他还骂我 就像他们在骂我们放声 我也都静静了 没关系 因为 因为姻缘会成熟 哪一天你搞不好比我还喜欢放声 因为我以前也是骂放声的人 我以前被影响了 碰到恶之士 被影响了 不要放声 不要放声 放声最执着了 后来我姻缘成熟 哎呦 我错了 所以我为什么比别人积极 因为我错了 我错了 我没有去体悟佛陀的心 我只有用个人的分别心 然后呢 这样不好 所以希望各位要保持这样 不然你就很容易造口业 你就很容易去批评生气 那你这样就破了戒 所以你每天都要忏悔 不小心犯戒 赶快忏悔 每天告诉自己 念一遍十善戒 念念念把它当作心经一样 背下来 背下来 然后你就按照这样去做 这个五戒十善是所有 佛法 善法 菩提心法的基本 所以圣经法是说 十善戒是人天护照 有成佛的因 这是基本的 所以地藏菩萨讲了 地藏十轮经 把这个扩大了 扩大了 所以菩萨戒更以这个为主 所以各位呢 要真心的受持 而且让我们有这个功德 回向给众生 好 这边有两三个问题 我先回答 第一个问题 他说 文殊菩萨 有一个寄送 他说 慈心如大地 亦如水火风 无恶无分别 究竟如虚空 是表示平等 无恶的空性吗 可以这么说 本来就是如此 因为文殊菩萨的心 他当初视线一个乞丐 带一个小孩 怀孕一个 带一只狗 结果去这个寺庙 被供养的时候 那助持 当时看他可怜 不是给他跟那个小女孩 后来他又给他要求说 那我肚子里面也有个小孩 助持就有一点 保怨了 好吧 好吧 给你 后来他说 那我带着狗也要啊 那文殊菩萨 那个助持就有一点神奇 你这个女人 你这狗都要 后来这个女人 就跳到虚空 变成文殊菩萨 狗变成狮子 他坐在上面 然后呢 两个同男同女一样 就讲了这句话 他一直在告诉助持说 那我们修行人的心 要像无分别的大地 就像水 就像火 就像风一样 融为一体 无分别 那事实上这就是空性 空性来讲 水就是火 火就是虚空 为什么 就离开 虚空 水也不用存在 所以离开土地 也没有水的存在 所以一切的存在 都是互相缘起的 同样的对待 所有的众生 也应该要如此 所以空性等于悲心 悲心等于空性 所以慈悲的本体是空性 空性的行为实践 是慈悲 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两个 割开 这样来体悟 第二个 最近他因为失业 感觉到人生有逆境 感觉到惶惶无助 请问师父 是否因为业障果报现前 还是如何面对 自处 就算你现在没有失业 找到好工作 那不是在 那就是在麻痹你自己而已 我有工作 我有钱赚 所以有时候你要想 今天让你失业 是让你有机会 去思维一下 不要被钱麻痹了 人为什么要工作 工作的意义在哪里 人类的工作应该是 修行利益众生 要么解脱 要么利益众生 干嘛因为钱而来麻痹自己 所以不见得说 他一定是逆境 只是因为 你 你没有把佛法 用在你的生活上面 去看待这个事情 有一句话是 一切都是最好的加持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如果我们归一三宝以后 我们认真地在修行的时候 一切都是最好的祝愿 比如说你归一三宝 你去打麻将 输钱了 那就是最好的加持 让你赢钱还得了 让你输钱 你可能会去想一下 到底为什么 你归一三宝了 最近生病 那你要去想一下 可能吃肉吧 可能爱生气吧 那佛菩萨利用各种的 顺言跟逆争上缘 他就是希望 你能够赶快觉醒 所以能够解脱生死 能够利益众生 但是只是一个人 就像 我们想要修行出家的人 就不希望有太太先生 不希望有金钱的困扰 但是世间人 他有钱 有老公 有太太 他就麻痹自己了 那个是一种更大的迷思 所以 如果你懂佛法以后 你不希望 不希望有工作 你希望能够一整天都在手包关在街 去利益众生 甚至出家 出家也很忙 但是很有意义 但是不要为了个人的金钱欲望去忙 因为那种忙 他才是会忙忙人 最后又怎么样 轮回生死 所以 并不是要觉得说 失业是不好 我有一阵子也是这样 后来我才知道佛菩萨安排 凡事有造业的 他都不要你做 他要你去找到一个 不会造业的路 事实上我出家 就是这样下来的 我本来 赚了很多钱 来自经营旅行社 做很多行业 后来就让我什么都不想上班 也不想去 然后我努力去经营一家旅行社 反而那个时候 生意不好 他就故意让你有逆境 那个时候没办法 就问神 走来走去 终于慢慢慢慢 就走入佛教了 认识佛陀了 原来是这个道理 所以佛菩萨就是安排你 过去可能有这个因缘 发这个愿 他让你在世间法里面不如意 快 有钱也不如意 结婚也不如意 因为没有想象中的快乐 这个不是业障 所以凡事要把它从正面看 那当然如果你听我这样说 你还认为说 你很想赚钱很想赚钱 那可能叫业障吧 那就要教你如何赚钱 所以因为你看不到那个真理 看不到 就像说有些人 你明明看他的样子就可以出家 爸爸妈妈也不反对 也没人赚钱